禅是最单纯的生命状态 同时也直指生命核心 菜肠席居士开示 禅中的禅代表真如自信 禅即是简单单纯的状态 及我们的本来面目 所有宗派都与禅中相关 禅啊 很多人一直以为禅中的禅是指禅定 事实上啊 我们佛教戒定会三学 哪一门哪一宗不讲禅定 禅土宗讲一心不乱 那就是禅定啊 那怎么会说禅宗才讲禅定 禅宗的禅 它是指我们的真如自信 我们本具的般若智慧 也就是说 它讲的就是讲我们的本体 所以那个禅把它拆开来 叫做事单 显示简单单纯 就是把我们的生命 的复杂性回归到最单纯 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个部分 只有在禅宗啊 它讲的特别用心啊 所以它比较 为什么在禅宗 它是古来 一直就是属于中门 佛教的中门 甚至太虚大师也讲啊 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 所以这个就是说 怎么样去认识到这个部分 那个都是需要 透过一系列的训练跟方法 你不可能说 去听一堂演讲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我就懂了 如果这样子这么简单 我们都不用学二十年三十年 所以禅宗它的特色是 要让你可以直接啊 去入你的本来的面目 生命 而不是在讲一个宗教而已 你如果 因为我们的生命 它本来就没有宗教的局限 就像空气一样 你不能说我吸到的空气 这一个是属于台湾的 事实上它哪有局限 没有啊 你生命本来就没有局限 可是你会只是说 我们现在是透过佛教的经典 或者是打坐 或者是说念佛 然后去契入到 我们的这个核心而已 所以这个核心就是禅 太常喜剧事开示 禅宗直指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 而不单单只是宗教性质 它属于生命核心 十方新闻胡佳轩 曾谦俊平东采访报道